我们是有福的 因为我们不仅是聆听上帝的话语 更重要的就是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能力 这一堂课就是要讲到能力的问题 因为没有能力不是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一定是带着超自然的能力 当我们讲神 讲上帝 讲耶和华的时候 我们里边都包含着一个意思 它是超自然的 如果不是超自然的 我们一般按照中国人的说法 不能称之为神 爱因斯坦是个伟大的科学家 他很理性 但是呢 他的理性把它引导到超自然的一个意境 他说我相信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 看到宇宙如此的深奥而和谐 不可能不联想到上帝 这段话很有意思 他就把一个科学家的眼光从理性的层面引申到超理性的层面 从大自然的深奥和谐 满天的繁星日月运行不已 从这些自然的现象你会联想到一个超自然的上帝 所以说信仰如果不包含着超然的能力 它就不是真正的信仰 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其事随着他们 你们注意这句话 信的人就是在信仰里的人有信仰的人站在信仰立场上的人必有 神迹其事随着他们 不是或许有 而是必有 但是有人会说我信仰主这么多年也没有 教会里也很少见 这个要怎么检讨 你不能怀疑神的话 不能怀疑神的应许 只能检讨我们自己是不是在信心上站立的稳 是不是真的信 刚才诗歌里边也有 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 还有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我今天跟大家讲耶稣的全能 前面讲了定经耶稣的恩典 定经耶稣的真理 那么今天这一堂呢 讲定经耶稣的全能 他的爱表明他是神 他的真理表明他是神 同时他的全能表明他是神 首先讲入世 他是处女怀孕 离世呢是生天不见了 如果他真的是神 他真的是道成了肉身 他只能如此 他如果正常的出生 正常的死亡 那有什么好信他的 我们不都是正常的出生 正常的死亡吗 那神之为神 神就是跟人不一样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洛杉矶去做见证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读神学院 讲到耶稣处女玛利亚所生 讲完了以后 有一个中年女作家 大陆的 原来就认识的 走上前来 把我拉到一边 没人的地方说 说袁志明 这个地方没别人 你跟我说实话 你真的信处女生孩子吗 我就回答他 我说我觉得处女生孩子这件事不重要 重要的是2000年来 这么多人都信处女能生孩子 连很多的科学家 文学家 政治家 思想家 哲学家 都相信耶稣是处女 玛利亚所生 达芬奇呀 米开朗基罗呀 他们都信 为什么呢 因为是把他当作神来信 你不信才怪呢 不信不是他有问题 是你有问题 因为他是神 你就必须把他当神看 如果你说他是神 就把他当人看 那是谁出问题了 是我出问题了 所以处女怀孕 死而复活 这对神来说是非常正常的 耶稣在世活了33岁多 他真正的传道生涯是三年多 这三年多的传道当中呢 圣经记录下来的神迹有几十件 包括身体的医治 医治瘫子 医治病死的病人 血漏的女人 瞎子 聋哑人 麻风病人等等 凡是他手所摸的 话语吩咐的 病都好了 医病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心灵的释放 包括赶鬼在内 还有一种神迹叫生活的赐福 供应跟保障 比方说一王打两船鱼 五饼二鱼 未保五千人 把水变成酒 这都是属于生活上的保障 祝福供应 还有生命的保守 他曾经三次让死人从死里复活 他自己也是从死里复活 综观耶稣所行的神迹 包括四界 人界 物界 灵界 还有一个我把它叫做世界 事情的事 就是料事如神 耶稣提前就知道 你们去千小驴居 有人会怎么怎么跟你说 你们去预备月节的晚餐 会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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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什么人 他料事如神 所以说他在人界有权柄 医病 他在灵界有权柄 赶鬼 他在物界有权柄 让风浪平静 让水变成酒 那他在世界也有权柄 他料事如神 哦 你说这是门徒编的呀 这是耶稣的门徒编的 我告诉你耶稣的门徒都很笨的 编不了这么好的 文如其人 你写出什么东西来 取决于你自己的水准 如果能把耶稣写出来的人 一定像耶稣一样才行 所以说你让彼得呀 约翰呢 马太呀 马太是个税吏了 让他们写出耶稣这么崇高的境界 哦 我跟你说 根本不可能的 我都怀疑他们写这个私福音书的时候 都把耶稣不仅是没有拔高 还降低了呢 他的恩典怜悯慈爱 他的真理的系统完备精准 然后加上他的权柄能力 这么风风复复 方方面面 确实表明他是神 耶稣的大能 就是宇宙的道 我们知道宇宙的道的能力有多大 你看天上的星星 你根本没法想象 连科学家们都叹为观止 这么伟大的道 这么神奇的道 借着耶稣 借着一个人的生命 借着一个肉体来到了人间 这个道的能量 道的伟大 道的辉弘 在他身上 作为一个人 怎么表达出来 你想想怎么表达出来 一定是让人跌破眼镜 果不其然 耶稣从一入世 就让人跌破眼镜 离世 让人跌破眼镜 留下的话 让人跌破眼镜 做出来的事 让人跌破眼镜 一病赶鬼 五病二鱼 未包五千人 让水变成酒 风浪 他一句话 停了吧 住了吧 风浪就停住了 他的门徒都大为震惊 说这是什么人 吩咐风和海 风和海都听他的 这是什么道理 我告诉你一个道理 宇宙的道来了 在你人间做事 想做什么做什么 他的能力无可限度 这就叫道 那接下来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当如何行 权柄能力 耶稣已经带到人间来了 我们怎么样 才能得到这个权柄能力 怎么受益 受贿于他的权柄能力 特别是当灾难来临 当痛苦来临 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从耶稣这里 支取他的权柄和能力 你考察耶稣所幸的这些神迹 一路下来 我告诉你最重要的 就一个字 哪个字你们知道 信 耶稣每次医病 几乎他都问病人 你信吗 你如果回答说 主啊我信 他立刻就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你一说信 你一表明你的信 立刻就有能力来医治你 你立刻病就好 而且他还说 你的信救了你 好像他没干什么事 他没动一个手指头 你自己救了你自己 用你自己的信 信是一个奥秘 我信主信了三十年了 到现在我一想起这个信的奥秘来 还是满怀好奇心 为什么人一信 事就成 上帝也要让我们用信心来支取他的能力 每一个神迹几乎都是如此 我给大家举几个就够了 血漏的女人 有一个女人得了血漏病 花尽了她所有的 受了很多的苦也治不好 他听说耶稣的事情之后呢 他就挤过人群 那个时候人群蜂拥着耶稣 要跟着他去看一个死去的人 他要让他从死里复活 这个得血漏的女人呢 就挤过人群去摸耶稣的衣裳 他摸的时候他心里怎么想的呢 你们注意啊 这个很要紧 他的信心是什么状态呢 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 就必痊愈 你们注意这个句型 只要就必 这叫信心 在人面前 你不敢这样说 但是在神面前 你敢这样说 我只要信他 他就必恩待我 他肯定是从耶稣的后面去的了 偷偷的去摸他的衣裳 一摸血漏的那个源头 立刻就干了 而耶稣立刻转过头来问 谁摸我的衣裳了 门徒就说 这么多人拥挤你 你都不问 单单的问谁摸了一下 你的衣裳 这不合情理吗 耶稣立刻说 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流出去 你们知道这个道理 那些挤他的蹭他的踩他的 没有能力给他们 耶稣感觉到有人摸了一下他的衣裳 这个能力 刷就被吸过去了 吸功大法 金庸的武侠小说都写的没这么精彩 这个女人看瞎不住 耶稣就立刻扶扶在地 把实情都告诉耶稣 告诉耶稣以后 耶稣特别温柔的亲切的说了一句话 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那么多人拥挤他 得不着能力 这个雪落女人一摸衣裳 就得着了能力 什么道理 三件事啊 第一 你要带着你自己痛苦的需要 带着你的本相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啊 都是雪落病人 雪落代表生命的流失 血代表生命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生命在流失啊 你的人生不管活几十岁 像一百岁 都像一把沙子抓在手里 缝里边在慢慢流啊 到最后流干了死去 现在也是一样 我们坐在这里 每个人都带着我们自己内心的需要 身体的需要 恐慌 担忧 惧怕 带着这些东西来到耶稣面前 第二个带着信心 什么信心呢 你只要跟耶稣一touch 只要你跟耶稣一发生关系 生命的关系 你的病立刻就会好 你的恐惧就消除 你的能力就得到 这个信心非常重要 那么第三呢 你要带着行动 行动就是去摸 他如果只是这么想 远远的想还没用 他必须挤过人群 去摸耶稣的衣裳 一摸能力 刷就顺着信心传给他了 为什么耶稣说 你的信救了你 耶稣啊 是你救了他 不是他自己救了自己 是你救了他 当然对了 当然是神救了人了 但是为什么耶稣说 你的信救了你 因为神的恩神的能已经在掀了 已经在等着你了 就像锅子上的这个这个佳肴美味已经摆满了 你来了大胆的吃不问价吃的饱饱了 那我就告诉你 你的大胆让你吃饱了 有的人胆小 我没付款 我怎么能吃啊 我告诉什么叫恩典 恩典就是说你不付款就吃 因为你是他儿子 那是你爹的东西 你别以为那是大法官的东西 我怎么能随便吃啊 我还没接受他审判呢 这就是在恩典之下 跟在律法之下的不同 耶稣说做儿子的就有自由 这个做仆人的就没自由 就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这个信心就代表你没把自己当外人 信心就代表你认识神 祂是你天上的父 信心就代表你看得起神 你trust的神 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两个字就是成了 祂已经给我们做成了 接下来就全看我们要不要了 球已经铺到我们手里了 所以这是第一点 雪漏女人的一摸 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是个迦男的女人 他看见耶稣呢 就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 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 耶稣却一言不大 这是第一次耶稣拒绝他 第二次 门徒进前来求他 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 请打发他走吧 耶稣说 我奉差遣 不过是到以色列家的羊那里去 第二次拒绝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很吃惊 耶稣不是这样子的 耶稣不该这样子 祂是全人类的救主 对不对 祂怎么分种族呢 祂怎么拒绝外邦人呢 祂从来不拒绝外邦人的 那么第三次 那个妇人再来求耶稣 拜她说 主啊帮助我 耶稣回答说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这是第三次拒绝 不但拒绝 而且话出口这么难听 这饼是给我儿女们吃的 不是给你吃的 你们知道 迦南人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人 难道耶稣也看不起吗 No 不合乎耶稣的本性 我们知道耶稣的恩典 无远佛界 不分种族 没有界限的 但是为什么耶稣连续拒绝了三次 这个女人第四次来拜她 他说主啊 不错 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 掉下来的碎渣 这一次耶稣回答说 妇人 你的信心是大的 注意哈 你的信心是大的 照你所要的 给你成全了吧 从那时候她女儿就好了 明白什么道理了没有 三次拒绝 是为了提升提炼 提高这个女人的信心 就好像水流下来 你拦住这个水流 不让它继续流 水位会上升 第二次你再拦住她 她水位继续上升 第三次你再拦住她 她继续上升 到第四次你开闸放水 可以发电 因为耶稣一开始知道 这个女人的信心小 不足以医治她女儿的病 那耶稣就用了激将法 提升她的信心 如果这个女人打退堂鼓了 退却了 那就完了 但是这个女人 宝贵就宝贵在 她的信心 弃而不舍 坚韧不拔 这个女人绝不仅仅是单单相信 耶稣有能力 她一定相信耶稣爱她 怜悯她 耶稣会动慈心的 是不是 所以才气而不舍地求她 我们在生活中 在遇到难处的时候 祷告要气而不舍 你不要祷告一次两次三次 神好像没有听你的 你就放弃 那你就失败了 为什么你的信心失败了 继续 永远不放弃 第一 你相信神爱你 神的爱不离不弃 第二 神有能力爱你 当神爱你的时候 那就事就成了 因为他是神 我们人常常有爱莫能助的时候 是不是 神没有 神爱就能助 还有百夫长的实力 更妙 百夫长相当于 我们现在说的连长 一百号人 是罗马人 不是犹太人 是犹太人的敌人 是统治犹太人的 这个百夫长的一个仆人 害病瘫痪 躺在家里 甚是痛苦 他去求耶稣 耶稣听到这个事情以后 就要去医治他的仆人 去他家 百夫长就回答说 主啊 你到我的舍下 我不敢当 只要你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毙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泉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去 他就去 对那个说来 他就来 对我的仆人说 你做这事 他就去做 你们注意 他的信心大到这个地步 就是说 你不用去我家 不管我家离你这多远 只要你说一句话 远程治疗就可以了 耶稣听了这个话之后 吃惊 你们注意 吃惊这个词 用在人身上不算什么 用在神身上 这事情大了 连神都吃惊了 耶稣听见就稀奇 对跟从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然后对白夫长说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 给你成全吧 那时他的仆人 病就好了 就那个时候 就说这句话 说你回去吧 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仆人病就好了 你看 耶稣说的也是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让耶稣吃惊的 是这个白夫长的信心 一件事又一件事 耶稣都告诉我们 信心的重要 神应有尽有 愿意把他的丰富 都赐给我们 但是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你要不要 要就是用信心要 还有这一点 我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 为什么耶稣说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鹤利基群的民族 是不是 但为什么以色列中 没有这么大的信心 这个外邦人 反而这么大的信心 不仅这一个了 还有很多 别的外邦人也是这样 信心比以色列人还大 为什么 我们都是基督徒 你们想想为什么 为什么外邦人 反而有信心 因为以色列人 从小生活在律法之下 而外邦人 反倒没有律法的束缚 他们很容易接受 神就是爱 而犹太人 你跟他一说 神就是爱 他立刻想到 律法我还没有守全 按照律法 我是要受审判的 犹太人看到一个生病的 马上就会问 是谁得罪了神 是谁犯了罪 是他父母犯了罪 还是他犯了罪 他们的思维方式 就是这种思维方式 外邦人没有这个东西 外邦人没有律法的概念 也就少了律法的疏复 少了律法的控告 所以外邦人 进行比色列人还大 好 这是第三个实例 百夫长的一句话 还有第四个实例 一个父亲的请求 一个小孩子被污鬼缠上了 倒在地上 翻来覆去 口中流墨 父亲对耶稣说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你对这个对话 妙极了 读到极了 当你问神 神啊 你若能帮我 求你帮我 渡过的难关 你若能的话 你帮我去除了疾病 你若能的话 帮我这个儿子管好 神怎么会来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求 抛在我们手里 为什么 因为神那里已经ready All was ready 总是预备好的 但他没有难成的事 而且他的恩典慈爱怜悯 准备随时帮助我们 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打开了心灵的窗口 打开了信心之门 让神进来 这个父亲立刻就喊着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耶稣就斥责那乌鬼说 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 那鬼喊叫 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 这个父亲很诚实 他说我信 但是我信不足 求你帮助我 我相信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都是这个状态 你说不信吗 也信 信的够不够啊 Not enough 这是半信半疑啊 神听见我祷告了吗 他听不听我祷告啊 那第二天还在嘀咕 这样的信息是很小的你知道 就像我们传气里原来有一个姐妹信主了 丈夫没信主 每一次聚会呢 我们都想和丈夫传福音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结果这个姐妹很有智慧 就有一次就跟我说 说你们不要老问他了 他说你们老这么问他就好像把种子埋在土里 天天扒了开看看发芽了 让他自己去成长 说的是有道理的是吧 信 但是信不足 你若能就帮助我 神说你若信 凡事都能 这意思就是说 不是神能不能 神能不能根本不是个问题 神凡事都能 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他从无中生有 他化腐朽为神起 没有他做不成的事 你问什么 你若能 这话本身就是信心小 还你若能 你必能 就像那个血漏的女人说的嘛 我若摸她的衣裳 就必 她用的是必 就必痊愈 在座的每一位 我请你们现在每个人把你身上最难的难题 带到神前来 在心里边说一句 你必为我成就 不管我配不配 不管我够不够格 因为神不看这些 因为你是他的儿子 主啊 你必为我成全 我的疾病 我的家庭 我的事业 我的工作 我的儿女 不管什么难处 我求告你 你就必为我成全 耶稣用一系列的事件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就是信心的关键重要 我们还知道 他让拉撒路复活的时候 拉撒路的姐妹 跟他说 你若在 他就不会死 你知道吗 耶稣怎么回答说 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三个信字 信心是很单纯的 所以耶稣在讲 你们若不回归 叫小孩子的样式 端不能进天后 小孩子的心情 有多大 你们知道 你在个黑屋子里 你把小孩子扔起来 他呵呵在空中笑 落在你怀里 是不是这样 扔个大人试试 小孩子就是单纯 他本能地知道 你是他的父母 所以我们在神典前 又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是他的儿女 他爱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即使我们不爱他了 他也会爱我们 我不是说你爱主不好 爱主非常好 但是呢 你凭你自己爱主 是爱不起来的 只有当你意识到 主在无条件地 爱着你的时候 你才会有感恩的心 去回报神的爱 爱是从神来的 约翰讲得很清楚 我们原不知何为爱 所以千万你不要以为 你用你自己的爱 去换取神的爱 没门 你的天然 就是与神为敌的 只有当你认识了 神的爱 而且坚信不移的时候 你才会生出 你对神的爱了 所以每一件事 耶稣都是激发 我们的信心 保守我们的信心 他是为我们的信心 创始成终的神 在这个灾难临头的时候 特别是在目前的 这个情况下 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信心 世人为什么惊慌 为什么恐惧 为什么抢购 为什么囤积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我并不是说 不让你们去囤积 失可而止 我觉得这个事情 如果到了美国 像武汉那么严重 那我就甘心乐意地 等候主的在来 主啊我愿意 你来 你必快来 宋商节的坟墓上 刻的就是这个字 保罗也说嘛 他说我情愿离开 这个世界 与主同在 好得无比 只是有未完成的 使命托付 不得不忍耐地 在这个世界上 这样的信心 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能抵抗病毒 病毒看见 你的信心就死掉 有信心跟没有信心 后果大不一样 我最后跟大家分享 耶稣的两个承诺 耶稣的这两个承诺 是总结性的 第一个承诺 无论何人 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 他所说的 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注意这话 好像文学的形容 夸张一样 我告诉你 不是的 耶稣说话 从来不夸张 他怎么说 事情就怎么成 他怎么承诺 就可以在你身上 怎么应验 第二句话 凡你们祷告 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同样的道理 是吧 不管什么事 你只要心里不疑惑 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移山填海的能力 还有有求必应的祷告 我们都很渴望 但是你们注意 这两句话 每一句话里面 都加了一个条件 哪个条件呢 第一句话说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是不是 第二句话说的是 只要信是得着的 都加着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 简而言之 就是一个字 信 移山填海 是可以的 只要你信 你能移山填海 那么有人说 我们现在很少看到 人能移山填海 那原因是什么呢 并不是神的话错了 是你没那个大的信心 因为权柄和能力 和恩典 已经在先了 只等信的人来知取 耶稣说的就是 谁信得着 谁就得着了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信心 为什么能够得着能力 这是一个奥秘 这个奥秘 深深地根植在 人的生命深处 因为人的生命 让人活着的是灵 耶稣讲的 叫你们活着的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这个灵的状态里头 信心满满的状态 是一个灵的最佳状态 是灵的最佳状态 创世纪里面也讲 人是怎么被造的 用泥土造了我们 然后呢 吹了一口气 神的灵吹进去以后 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 人活着是靠灵 是有灵的活人 那你这个灵的状态 什么样 就决定了你活的什么样 而这个灵的状态 什么样 信心是个关键指标 而信心是我们的灵 跟上帝的圣灵相通 因为这个信心 不是你的自信 你注意啊 我们讲的信不是自信 是对宇宙创造者的信 是对那位赐给我们 阳光空气 雨水大地 我们活在其中的 那一位的信 这个信足以支撑 你的一切的难处 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它是你的昨天 也是你的今天 也是你的明天 你的灵魂 如果建立在这么一个信号上 就好像有了避风港湾 有了磐石 有了山寨 有了方舟 洪水再大也不怕 有了羔羊的血 灭命的来了绕你而过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 只是表达愿望 算不上信心 主啊 愿你如何如何 愿你如何如何 所以说 为什么有一些教会 特别强调宣告 主啊 你已经为我得胜 还有呢 比宣告更深一层的是 感恩 虽然事情还没成 但是主啊 我感谢你 已经成了 你心里不平安 你就说 主啊 我谢谢你 你已经胜了世界 我在你里面有平安 还有一个最高的祷告 就是赞美 赞美比感谢更好 我不仅感谢你 而且我还献上赞美 哈利路呀 你太好了 神 看你已经为我成了 所以不要光是表达愿望 要宣告 要感恩 要赞美 这样的话 就是心里不疑惑 信是得着的 那么就必得着 就必成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个实践的机会 就是面对这个病毒 我们操量你的信心 完全交给神 祂是我们的方舟 而且有个信心就是 你已经在方舟里 坐看潮起潮落 洪水泛滥 漫过高山 漂浮150天 你不要惧怕 等着鸽子放出去 给你叼一个橄榄枝回来 那个时候你就落地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啊 我们感谢你 你是宇宙的创造者 你是太初之道 永恒之道 你来到了人间 道成了肉身 借着耶稣向我们说话 向我们行事 你不仅带来了恩典慈爱怜悯 你带来了完备的真理 而且你也带来了权柄和能力 让我们投靠你的人 都有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有病的得医治 有难处的大山也会挪移 小山也会挪开 主啊 病毒瘟疫临到的时候 有你与我们同在 你是生命的源头 你是生命的保障 我们凭着信心 支取的是你超自然的能力 主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愿你在圣经里边 一而再 再而三 启示我们的真理的光 照亮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中 得胜得胜再得胜 宣告赞美感恩 谢谢主 我们已经在你的锤鼓当中 让锤鼓临到我们 临到我们的家人 临到我们所挂念的同胞骨肉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